想听周深的 我也想听周深的 啊 这样我没什么说的 我 来吧 二十个 二十个我 二十个周深 小小的卡布雷周深 卡布雷是什么 为什么叫卡布雷周深 因为我以前网上的名字叫卡布 但是卡布被别人注册了 然后就叫卡布雷 就是我是一个 其实特别特别不会跟人相处 所以人一多 为什么话就会越少 因为 周深 周深比梧桐好点 第四个就哭 说 说 说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会欲哭 因为我们一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要感觉好像要说自己后面 就是 他不是因为这个词哭 是想到后面 我要说点 对 从小到大 没有那么多人说过 就比较喜欢我 或者是讨人喜欢那个人吧 只有我自己 救命啊 我说不下去 我能理解 就有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渺小 可能自己遇到了一些困难什么的 在别人那看来 就没有那么难 但其实给自己心里的 也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我说不下去了 所以就是我在外面说话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 会不会让别人不开心 然后 我其实也特别 每次来录清楚反应 就会觉得好累 我也很喜欢大家 但是我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 周深 我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我 我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千万别怕太喜欢我们 好多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很多人都喜欢 超级 周深超级好 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目标 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所以 就只有一个愿望吧 就是能够站在台上唱歌 是会有的愿意听 因为我自己 我一讲最深的是我 克服了自己很大的心里压力 其实参加的好声音 但我上台听到第一句话是 一个人说 啊 我妈长这个样子 她会唱歌吗 特别快就在我旁边 说一点 她可能是悄悄聊天 观众 然后就那一下 我就要开始我的唱歌了 所以 虽然到她很难 那别人很快的就喜欢上吧 所以 所以我很容易满足了 我只要能够一直在舞台上唱歌就可以了 你会一直唱下去的 来吧 我们干一下 然后结束好吗 我们就给青春环游记一句祝福吧 好吗 希望它越来越好 我希望青春环游记 大家喊累的次数小一点 笑的时间多一点 我希望青春环游记 能有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 一直到好多季 希望我们五个能一直都这么好 真的 不会让你失望的那种那么好 是的呀 周深 不想出来玩都不行 当时到你家门口敲门 我希望我们春游家族永远的友谊 不是见光死 只对着周深说看到没 看到没 就是 不会的 周深你放心 你要叫我我肯定出来 就是 有 杨泽 主要是 你平常也要给我多发点微信 下雪别哭了 干了 导演说一句 导演说一句 希望这样的环节 希望这样的环节再多一些 好多后期 希望你还是伪装一下自己 你真实的你自己太笨了 你是终于效果还好 你是终于效果还好 你尝尝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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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尝尝尝也二十岁了 我想想 我想赶紧到三十岁 此话怎讲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梦想 但是我只想赶紧到三十岁 然后做好每一步的事 然后更努力赚更多的钱 然后我好喜欢我家的狗 然后我好喜欢青春环游记 其实我跟梧桐哥之前都没有见过 然后是有一天 有一天跟我说 说我可以来这个节目 然后他说他想做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节目 我说那太好了 我也想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节目 对 然后我几个了 我 你不要数 你就继续马上 你不要数 你就说嘛 不要数 不管是 你一数就不对了 想做一个数 你数就不对 你数了你不对 我想我妈身体好一点 嗯 然后家里人都开心一点 嗯 其实我也特懒 然后 我也有自己特喜欢的东西 但是 有很多原因 就是 我完成不了 这个没事 你这有时间 你现在二十岁 很多东西你不用那么急地完成 你要都完成就没意思了 但我真的好想到三十岁 因为我感觉三十岁的人 成成万一你到三十岁还是这样怎么办 然后我还能到三十岁以后还是这样闹 太开心了 还是哈哈 三十岁录节目 大家好 我是三十岁 我哈哈蛋蛋 我是哈哈蛋蛋 那个时候来了一群小孩 哥哥你别哈哈蛋蛋 我不是哈哈蛋蛋 哈哈哈哈 没有 我私下还叫你叔叔 以前我记得我说过一句 特别有理想的话 我十七岁的时候跟我自己说 我希望你自己长大以后 我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大人 快乐的大人 大人 我也是快乐的达人啊 我是表情弟 快乐的达人 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快乐 等于有时候吧 就 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 毕业 别说不干就不干就好了 就继续努力 说给姐姐 我没有 走 好 走 走 二维哥 来来来 该朗朗哥说了 嗯 该我说了 我我首先呢 非常就是 我非常感激这个节目 因为我从小就是 我童年感不是特别强 就是还是主要弹琴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 尤其跟 没有什么童年 对 就是有童年 但是出来玩的机会很少 然后做游戏的 听到这句话都想说 机会很少 好像我记得春游一共我就 一共好像就两次 人生 然后那两次还是玩了 一会儿就被接回来 回家练琴了 所以我特别感激这个节目 因为真的遇到了 就好几个真的真的好朋友 我现在真的感觉我们就是 家人 真的是好朋友 真是这种感觉 真是好 真是这种 我从心里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还想说一说是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很难 今年真的是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我大概有八十多场 议会全取消了 因为我三年前 取消了整个一轮议会 因为我当时就是那个 就胳膊发炎 所以受伤 然后好不容易 这三年以后 就今年就整个全回来了 你知道 然后因为 因为现在疫情这个 又干掉八十五场 对于一个职业钢琴家来讲 就所有的这个 练的这些东西 你就等于 你不知道怎么弄下一步 你知道吗 就突然一下 就完全 本身不理解朗朗的这个东西 说的话 这个观众 就是我们私下 我今天问朗朗 我说朗朗今天怎么样 他说今天我挺舒服 他说因为今天比较晚起 所以我练了一会儿琴 练完以后感觉今天 心里又着落了 对 说好舒服 说今天舒服 是 就是 就是感觉在 在陆地上这种感觉 特别舒服 所以我实际特别希望 就是说实际 能 能找到一个 一个办法 能 能和大家一起 都就是共度这个 特殊的 来 谢谢 这被敬二零二零年的我们 走了 好嘞 好嘞 对 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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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